而西口国小109学年度新生入学 今年是没有新生入学就读 校长萧文前表示 未来将会推动双语教学 并且和社区积极的合作来行销学校 让更多的家长知道西口学校的环境特色 以双语教学作为学校强力的招生基础 西口国小是售封箱最南端的学校 目前学生有23位 109学年度原本会有两位学生就读 更是因为家庭因素而转出学区 以至于今年新生入学的时候是招不到学生 这些年我们一年级是目前是没有学生 那因为原来学区内两位学生 其中一位呢是长期无级在学校学区内 但是他人是在外地居住 那另外一位是居家搬到北部 所以目前学区内是一年级学生是零 但是学校对于学校特色的发展 跟口碑呢会不断地透过行销 让家长能够了解到西口国小是一所很棒的学校 然后来吸引周围的家长把孩子送来学校 学校在推动英语情境教育 然后能够吸引到家长把孩子从他校转入到本校 校长肖文前表示 他是在今年8月1号派任到西口国小任职 虽然学校地处偏乡 但是未来将利用双语学校的特色与社区资源 共同行销学校 让大环境所影响的少子化问题 找到学校永续发展的方式 记者凌桀收封箱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